在游泳的項目當中 碟士雖然是最晚學的一個部分 但是它也是最難的一個動作 對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公開男生組的200公尺碟士決賽 就是接下來要進行的比賽 是 第一水道是國北較大的黃成駿 第二水道是台灣體大的周瑋良 第三水道是北市大學的蔡毅玲 第四水道是台灣體大的王興浩 第五水道是台灣大學的卓晨齊 第六水道是北市大學的蔡毅堂 第七水道是來自於中興大學的朱成平 第八水道是來自於清華大學的許哲偉 第一水道國北較大黃成駿 第七水道中興大學朱成平 第二水道是來自於清華大學的蔡毅堂 第二水道台灣體大周瑋良 第二水道台灣體大周瑋良 第六水道北市大學 第六水道北市大學 彭玉堂 第三水道北市大學蔡毅玲 第五水道 第五水道台灣大學 卓晨齊 第五水道台灣大學 卓晨齊 第四水道台灣體大 也是決賽 現在場上看到是第四水道台灣體大的王新浩 我想他也是這場比賽比較受到注目的選手 在這個他在全中運的時候其實相當多的這個紀錄 都是由他所創造 是的 那他在這幾天的比賽當中呢 也在公開男生組的200公尺混合式決賽呢 是以2分02秒01的成績來打破了大會的紀錄 對 大會的紀錄是2分03秒29 他其實算是大學新鮮人 也是最近崛起的一個很厲害的選手 其實也不是最近啦 他之前成績其實就慢慢有所提升 是 對 比賽開始了 大會的紀錄是1分57秒79 而另外一位選手 是第七水道來自於中興大學的朱成平 他在這幾天的比賽當中呢 是在這個100公尺的碟式決賽 是也破了大會 並且破了全國的紀錄 沒錯 他的成績呢是53秒54 那全國的紀錄呢是53秒60 是 超微超越了一點點 將這個全國紀錄刷新 場上比賽進行的是相當的激烈 嗯 這一場其實八個都是好手 兩百公尺 公開男子組的兩百公尺碟式 這八個選手其實都是好手 那 比較受關注的就是第二道到第八道的選手 其實他們 都有自己個人的專項 但是其實在兩百公尺碟式 他們也有的不錯 對 所以 同場較勁其實 看得出來目前領先的是朱成平 就是以碟式為專項的選手 比較吃香一點 那第四水道的王星皓也追得很接近 是 現在他是把這個 隔壁水道的距離都給拉了開來 領先的是王星皓 先行折返最後的50公尺 時間來到了1分40秒 時間來到了1分40秒 王星皓繼續的領先 最後的25公尺 最後的5公尺 最後呢是由王星皓來先行觸牆 王星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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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呢 來自於台灣體大 他也拿下了這一場的 比賽的第一名 時間是1分59秒81 而第二名呢 是來自於第五水道 台灣大學的卓晨琦 他的成績呢 是2分075秒 這個差距也是相當的微小 據說